接下来我们来去看这一张图表 我们来去画趋势线 你知道这条趋势线是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个销售额越高 就是越往右边 我的利润越高 举例来说这个点的销售额 先把趋势线关掉 这个点的销售额 它是30,000 307,620 它的销售利润是42,000 当然这边你去看这个点的话 它绝对销售额大于30万 现在变成快50万 那利润呢 达到8万 好 这代表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这代表这家公司的黄金把折 而且呢 这个资料 如果说你今天 你用各年来去看 应该都是一致的 我还是要加进去这条趋势线 好 那请问一下 既然我们得到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法则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在 为了达到更高的利润 你就要提高销售 好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老板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供买一送一 或者是第二件打六折 为什么 因为销售增加 利润增加 对不对 所以你是经由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计算 然后知道说 我们公司的一个 那个经营法则 原来是销售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是正相关 这个时候呢 为了要增加利润 所以我们要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增加我们的销售额 您说是不是 这就是很重要的数据分析 很重要的数据分析 好 那不管